在中国近代史上 有很多传奇女性也为新中国成立立下汉马功卯 她们也曾经历艰苦卓绝的长征 也曾在战场上舍生忘死 哪怕是建国后 她们依旧没有停止自己的奉献和牺牲 有这么一个女英雄 她十几岁就明白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以一篇中国茶叶之感 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之情和反帝国主义的决心 在之后的人生旅途中 她一直奋斗在革命的第一线 从青丝女战士到满头白发的老奶奶 哪怕年过四旬 却不肯向命运认输 她甚至在祖国最需要的领域 义无反顾地从零开始 她的努力没有白费 几年后 她以人大法律系研究生为齐连 扛起了中国法律建设的大旗 在新中国 培養了无数的司法干部 她就是中国法学第一代教育家谢飞 谢飞所扛起司法教育有多重要 她的传奇故事又是如何精彩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的各项事务都是白费代薪 包括司法建设 新中国颁布了很多立国立民的法律法规 但是如何让司法建设走上正轨 还要重点说一说谢飞女士 出身红军的谢飞读过书 是比较早期的共产党员 虽然她的人生经历格外丰富 但是跟法律是挨不挪面的 那还是1950年的事 谢飞被党组织安排到 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担任副主任 谢飞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有责任心的人 无论什么样的工作 她都会竭尽全力去完成 中国人民大学是一个学习氛围 十分荣重的地方 谢飞有感于自己的知识体系 太过于单薄 无足以满留未来国家的发展需要 为了充实自己 她决定从临营修法律 其实新中国的法律建设 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空白期 比如1950年颁布的第一部正式法律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这部法律很大一部分 来源于解放区的经验总结 也是国家正式表达了男女平等的态度 作为从事过妇女工作的谢飞看来 婚姻法让她看到了中国女性地位的大飞跃 他们终于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 而成为一个自由平顶的公民 谢飞从中国司法机关的完善 看到了司法部门建设的迫切性 尤其是195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正式发布 更是表明我国依法治国的强烈态度 为了给国家输送更多的司法骨干 谢飞始终活跃在第一线 他还十分注重 对于少数民族的司法教育和建设 他多次开设新疆班和西藏班 1978年11月 已经65岁的谢飞再次接过中央正法干校的担子 从智学到教育他全部一把抓 其他的教师也在他的带动下干尽十足 古希之年的谢飞虽然从学校离开了 但他的心没有离开 他自己积极参与到中国法学会 还偶心力学地把自己的经验 整理成论文公开发表 谢飞真的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一部分都是 既展现了女性自我成长和价值延伸 也是爱党爱人民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奉献和牺牲 这样一个有大爱的女子 她的一生又经历了什么 谢飞原名谢雄湘 小名阿湘 1913年2月3日出生 她的家乡在广东省文昌 谢家是村里的父母 而谢飞是家中最小最有志气的孩子 谢飞从小十分孝顿 她经常帮助家里战火 闲暇时光 她也会跟随哥哥姐姐识子读书 稍大一点就被家里送到村里的学堂 没过几年谢飞考入府城与子高等小学 后来她被哥哥口里的革命思想所吸引 追随三哥系贯州的脚步 来到海南公学 海南公学革命氛围十分龙厚 校长纪木天是共产党最早一批的党员 学校没有什么古板的教条和规矩 有志青年也有机会传播各种先进的思想 谢飞在这里经历了最早期的革命启蒙 好景不长 纪木天被军阀残忍杀害 谢飞转去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 省力第六师范学校 他有很多革命组织 包括反帝大同盟 熊崖学联会 妇女协会 谢飞在这里成长得飞快 他不仅参加各种革命活动 还和其他同学 以其走上街头 宣扬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以此唤起更多中国人 加入到反帝反军阀的行动中去 1927年野心勃勃的蒋介石 笼络国民党的多数右派强势上尉 随后又血腥地屠杀共产党和爱国人士 给全国革命形势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13岁的谢飞没有害怕 只有不甘和愤怒 他不明白大家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国民党能够毫无顾忌地 对共产党和爱国人士挥起土糟 尤其是穷牙422师的 谢飞一下子失去了好多革命战友 不过这些磨难没有让谢飞一直消沉 他和三哥谢贯州 回到自己的故乡宣定革命 他们紧记412反革命政变的教训 积极组织农民军队 把枪杆子拨在自己手中 谢飞在党组织的怠度下 开展了好几次农运活动和农民暴动 所以他们一家人被反动派盯上了 为了家人安全党组织 将他的父母双亲和侄子侄女 藏到广州外以外 1929年 谢飞接到党组织另一个重大任务 那就是积极联络海外华侨 协助祖国进行革命斗争 而他手上唯一的工具 就是党组织秘密组建的南养工人报 为了让更多华人华侨有所改变 他利用报纸介绍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 归国后 谢飞随部队一起长征转移 尽管他年纪最小 却主动狂担起部队里 照顾老弱并残的责任 长征途中 为了争取更多的事物来源 他一有时间就在老乡的带领下 找粮食当交付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部队的日子也十分难过 不仅吃不饱穿不暖身后 还有无数国民党军队的追捕 谢飞整个人都是憔悴不堪 但他还是靠顽强的义力坚持着 红军路过贵州时 贵州的民工 因为受到反动派的虚假宣传 认定共产党不是好人 常常中途溜走 为了部队顺利转移 谢飞等人在山林里 寻找新的民工 谢飞一行人 经过一整夜 才找到躲在深山里的农民 又经过反复劝说 才带领一部分民工回到部队 隐瞒病情的谢飞 最终倒下 他早就连续多天发高烧 可是大部队里 大家状态都不好 谢飞不想成为红军的拖累 他咬紧牙关 拄着拐杖 一直扛到最后 哪怕是部队急行军时 曾义无反顾地爬过铁锁 也曾渡过挨挨雪山 和茫茫草地 谢飞跟随部队 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战场进入反攻阶段 日军陷入失败前的疯狂大反扑 谢飞因为受命担任 于上线县委书记 兼独立营政委 他不得不全面抓党 正军三个封面 他领导独立营 和当敌日伪军 激战了几十次 谢飞虽然是女子 他在长期抗战中 领导指挥能力很强 他识破汉奸皇家写的阴谋诡计 反而利用报纸和群众 分化瓦解日伪军内部 最后指挥我党军队 一次次粉碎敌人的反扑 谢飞就是这样一个 永远带来奇迹的女子 她像一颗永不低头的树脑 扛住反动派的风吹雨打 抓紧土地 只为给时间留下更多的希望 那么像他这样的女英雄 又有怎样的感情窃势 谢飞一生只有一段缘分 这段难得的感情 如同昙花一现 让性格倔强的谢飞再也不敢轻易触碰 故事开始于长征部上 年纪轻轻的谢飞 扛着沉重的行李 每隔一段时间 不得不停下来歇歇 因为男女体力差距 所以谢飞和其他女同志一起商量 去找虎之配置几名农工挑行李 大胆的谢飞就这样找到了 工人领袖刘少奇 刘少奇此时也负责部队后勤工作 他对于眼前这个女战士的请求很赞同 随即就安排了人 帮助女战士搬运行李 这不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一起听了刘少奇的报告 不过最开始 谢飞对于刘少奇的印象也不好 他觉得刘少奇说话有些重复 有时候能够重复好几句 刘少奇因此闯进了谢飞的生活里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 刘少奇逐渐被这个坚毅的女同志吸引 两人的合作也逐渐默契起来 刘少奇心疼她的坚强 总会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而谢飞对于刘少奇的印象也逐渐改观 两人的感情在战火纷飞里 朦朦又美好 红军来到陕北后 邓颖超为两个互有情缩的人宝梅 在一场低调朴实的婚礼后 刘少奇和谢飞正式成为夫妻 婚后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 西北执行局担任委员长 谢飞一有时间就陪她去工厂视察工作 刘少奇后来被党组织看中 去中共中央北方局那里开展工作 刘少奇和谢飞 以教授夫妻的身份 在华北地区搜集情报 虽然他们随时面临生命威胁 两人还是会在晚 用最朴素的关怀感动彼此 谢飞会悄悄送上一杯热茶 刘少奇也会把自己的得意文章 让谢飞第一个观看 谢飞不是刘少奇的第一任妻子 刘少奇还有一个女儿 叫做刘爱琴 谢飞也是拿出全部的母爱 去疼爱这个孩子 为这个孩子亲手做了很多衣服 1939年 随着北方局工作的迅速开展 刘少奇也被党组织安排到 更加重要的职位上 中原局属于 负责湖北 安徽 江苏地区 和部分荷兰地区 谢飞正巧也从马列学院毕业 随后担任中原局组织科科长 党组织需要谢飞全面协助刘少奇工作 两人再次携手发展华中地区 不过谢飞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 并不喜欢一直协助刘少奇 为此两人时常会有摩擦 为了让固执的谢飞妥协 刘少奇不得不以组织的名义下定 谢飞虽然有些不满 但是从不拿组织的事情开玩笑 无论任务多艰难 他都拼尽全力去完成 所以刘少奇也是真的把后辈交给他 不过抗日战争时期 有很多恩爱的情侣 因为长时间失去联系 被误以为是牺牲了 等到两人再次见面时才发现 藏军的感情早已不在 刘少奇和谢飞就是这样错过的 当时谢飞被刘少奇托付送信 这封信里有着重要的情报 而且还很危险 谢飞义无反顾地同意了 他历经千辛万苦 最终把信送到晚南军部向英手中 不过由于日卫军的江面封锁 谢飞一时回不去 这段意外的分别让谢飞有时间 真正了解自己的内心 他不愿意长久地活在 另一个人的影响下 更何况因为革命两人 其实也是聚少离多 那段浓历的感情早已变淡 谢飞决定结束这段婚姻关系 他后来再没有和刘少奇联系过 不过他也不想孤苦一生 就收养一个养子 取名谢冰 谢飞后半生给予谢冰浓浓的母爱 谢冰后来回忆养母 总是骄傲地说道 我的母亲是一个好妈妈 她给予我最好的母爱 谢飞晚年患上了二丝海墨壁 曾经那些好友 亲人都逐渐忘记 甚至连正常的交流也做不到了 2013年2月13日 居住在北京的谢飞 再次从病魔术里逃脱 他挨过长达半个月的高烧 顽强地过完自己的一百岁生日 最后身体迅速衰败下去 在谢飞的葬礼上 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 放下手中的一切赶过来 他看着谢飞的一向痛哭 也里喃喃 谢妈妈 谢妈妈 你也离开了 我再也没有妈妈了 和芒果的爸爸相比 谢飞的母爱照亮她的整个幸福 从衣食住行 到每天发生每一天小事 谢飞总会用最恰当的方式感动她 还记得毛主席曾写下的诗句 仿佛照应了谢飞的一生 东华儿女多奇致 不爱红装爱武装 无论有多大的功劳 她都始终如一 不忘初心 不负韶华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接班人 也要以鲜卑为榜样 不要被生活的困难打倒 敢于挑战自己超越自己 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